夫人 请 方才感谢二叔出手相助 都说了 你我之间不必客套 再说 玉夫人一向行为乖章 这也是她应得的惩罚 你身体不是 早些休息吧 改日再来找二叔喝一杯 一定 若不是你拉住我 我定要让她莫修冉下不了台 你以为你自己是莫修冉的对手吗 我堂堂落日成王子 难道还怕她不成 糊涂 你可曾想过 此次签订合约 为何不在天离国皇宫 而是在这莫府 那还不是因为 那皇帝老二染病 才不方便让我们入宫吗 错了 天离就是想借莫修冉 给我们落日成一个下马威 一个莫将便可以打负我们落日成了 可恶 怪不得连这红昏珠都是假的 我们此行不是来挑事的 不要忘了我们的目的 我还不是为了给你出口气 临行前 父亲曾交代过我 此行定要拿下莫修冉 你这一般莫妆 会破坏着父亲的计划 这是我呢 喂 你们猫 是不是都这么口不择言啊 什么叫我是她的人 真是主仆不分 明明我才是主人 喂 喂 你干吗吓他呀 小酱油不怕啊 我们不跟臭猫玩 什么 小酱油 银子都洗好了 对啊 要不是今天小酱油 出来打了添酱油 你呀 早就被玉夫人抓住猫耳朵了 就凭她 我说的跟刚刚中招的不是你一样 身上有山芹花的味道 肯定是中毒了 这薄荷草杏凉 可以清热解毒驱散风寒 加入蜂蜜 可以促进毒物排出来 你 死猫当做活猫医吧 你 叫什么叫 又不是没见过 你 你赶紧把衣服穿进来 来 老爷 夫人 怎么还有猫耳朵啊 真是假的 来不及了 来得及 不用办法 看 要不是小酱油出来打了酱油 还有我这薄荷蜜 你呀 现在都变不回来 那不是因为这个身体太过雷弱 区区姓黄彩怎么能伤到我 不过 看在你为我这么紧张的份上 不跟你几句 谁为你紧张 没有吗 我可是闻到了心虚的味道 想挨揍了吧 你属鸭子的吧 嘴这么一毛 同样是猫 怎么差别这么大 你拿我跟他比 不然呢 喂 你还是想想办法 怎么找锦李吧 我答应过你 一定会帮你找到红昏珠的 你放心 好自信哪 说得好像刚刚中招的人 不是你呀 我那招叫银蛇出洞 我是拿我自己当用 不然敌人怎么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刚才发生的所有事情 全部都在我的掌控当中 你懂我什么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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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雌刑的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自己的属下都搞不定 好 你回来啊 你回来啊 你说吧 你说吧 虽然你占据了少将军的身体 但你并不是我主人 今日我阻拦玉夫人 是为了不让我的主人 受到玉夫人的算计 丢了少将军的尊严 失了墨家长子的荣耀 与你毫无关联 我想好了 我想好了 既然少将军不在了 我也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 好 既然你决定要走了 今天我送你一程 为何带我来这儿 我饿了不行吗 这儿带着呢 香喷喷的狗不里包子来喽 你这是怎么看我包子呀 怎么回事啊 放给我 放那儿你包子 小贼 光天化日之下剧场闹事 这可是金城 快点儿 谢谢宝宝 谢谢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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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宝 宝宝宝 宝宝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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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他那个记忆会影响到我 要不然你以为我会对你如此宽容 否则 上次你刺杀我的时候 你觉得我会那么轻易放过你吗 难道 这是上天给少将军第二次机会 让他重活一次 这些钱呢 拿去用吧 以后啊 好自为之 走了 还有这个 进床药 涂了吧